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们技术挺好的 然后节奏也非常的快 本来就是我在那边 就是在马德里那边 训练那些的 然后这边 因为这边的老板也是中国人 然后跟 我们西班牙分校的领导 沟通了一些 给我争取了一个在这边视讯的机会 这边细节上要求的比较多吧 进入一线队 然后 就跟 西甲的那种人踢球 因为在这边一个月的话 因为也是我一个人过来嘛 所以说肯定会有 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比如说语言上的困难 然后 然后加上一个人 在这边跟一群不认识的人踢球 这些都会锻炼到我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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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